伊斯兰文化它最重要啊 最主要的吉祥色就是蓝色 蓝色所以它有一个 到土耳其有蓝色的清真色 每一个游客呢都是必到之处 所以到那看的时候呢 你就能感受这种蓝色 给这个伊斯兰文明啊 带来的就是 是它的重要的颜色 是它的灵魂 那么托普卡帕皇宫 它就是一个皇宫啊 这个跟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一样 故宫博物院原来也是个皇宫 托普卡帕的原意是大炮之门啊 跟我们的紫禁城不一样 我们紫禁城原名叫紫禁城 是你不许进的地儿 紫其东来啊都是好词 人家大炮之门一听 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那个态度 我告诉你 天下的政权都是打下来的 所以奥斯曼在13世纪末呢 就奠定了一个国家基础 那么在这个东西方啊 文明的一个交汇处呢 利用它的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呢 奥斯曼帝国呢 它就有大约六个世纪的时间呢 掌握着东西方陆路的一个交流 有学者认为呢 由于它的存在 是东西方文明的界限呢 日趋模糊了 由此可见 土耳其啊 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托普卡帕皇宫呢 它这个位置很有意思 它是在这个 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 那个地方叫金角湾啊 就是有点像我们说 泰国的金三角 金角湾的 马尔马拉海的一个交汇处 马尔马拉海太漂亮了 那个地方就是你 从托普卡帕皇宫出来以后 那个地方有餐厅的啊 露天的 在那坐着 欣赏着马尔马拉海啊 完全都是电影镜头 你是居高临下的去看啊 那地还有好多猫啊 就是各种流浪猫啊 就是你在那吃的时候 它不停地管你要吃的 特别的美 我站在那个地方啊 就在我们在那吃过饭 因为我去过不止一次嘛 每次都在那吃饭嘛 就是怎么也不能想象 几百年前这个地方就是啊 战争打仗 人类的文明啊 就我老说 人类的文明是由不文明推动的 人类的文明史上充斥了 许多不文明的现象 所以统治者呢 就把自己的注意力 就放在这儿 维持帝国的昌盛 我们不关心这个 我们关心这个干嘛 我们只关心 它文明留下的痕迹 1453年啊 明景太四年 在明朝是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啊 但是是托布卡帕 皇宫的一个起点 当时他的帝国统治者 就准备在这儿修建皇宫 但是一开始比较仓促啊 他不像我们的这个 故宫紫禁城啊 那选址非常严谨 他比较仓促呢 当时他的苏丹啊 苏丹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皇帝吧 就是不满意 不满意呢 就另选了一个地儿 所以一开始呢 这事就给废了 第二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托布卡帕皇宫 他从地势到面积呢 这个叫新宫啊 明显的优于旧宫 那么 他是伊斯兰风格的啊 伊斯兰风格的 表明了这个国家的 这个宗教信仰啊 一直到1924年啊 我们近百年的 近代史是世界上的变化 最最强烈啊 最动荡的一个时期 1924年 这个新兴的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呢 把这个神秘高贵的啊 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宫殿 辟为了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 这才让我们有机会 进了一堵芳荣 你知道1924年啊 土耳其政府把 托布卡帕皇宫辟为了博物馆 我们民国政府在1925年 把紫禁城辟为了故宫博物院 这说起来比我们早一年呢 你看 算起来 这个时间呢 不到一百年 那么 托布卡帕皇宫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原青花 它有一大批原青花 那怎么进入托布卡帕皇宫呢 不是很清楚 但是至少在这个1496年 相当于我们的洪志九年的时候呢 在档案里都能查到这个瓷器了 再后来到1582年 就是万历年间呢 万历年间呢 皇宫大案里都记载了 这个宫廷里使用这些瓷器的一些 这个情况 当时苏丹为他的王子进行割礼的时候宴请 宫礼呢 有397件中国瓷器呢 它不够用 不够用 它为什么进口了那么多瓷器呢 它真的不够用 割礼呢 是因为他这个小男孩啊 在这个小时候 就童年的时候五至七岁的时候 要把这个 把这个包皮啊 这生殖器的包皮啊 给割下去啊 这个中国的男孩子没受过这的 我们都没受过这的 人家小时候受这么一罪 这罪过大了啊 割下去 我们再碰一下都疼 它这割一圈 割下一块扔了 这风俗什么时候形成的 我也不清楚啊 这割礼 所以割礼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重大的事情呢 就仅次于婚宴啊 所以这次使用的时候有记载 那么袁庆华在世界的这个陶瓷 陶瓷的这个领域中呢 它是一个永远让人兴奋的一个话题 那么 他呢 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鬼谷子下山 我们讲过 他创造过世界纪录 当时卖了这个2.3亿人民币和两吨黄金 我们不能想象 这么一个二十几斤重的一个瓷罐子 能指两吨黄金啊 这个价位到今天我们听着都晕 那么 由于这样的一个高价出现以后呢 圆青花它超越了它的这个领域 什么叫领域呢 就是超越了收藏界呀 文物界呀 博物馆界呀 陶瓷界呀 这个超越了这个范畴 引起了很多就是这些行业以外的人的关注 那现代媒体呢 都在这个各个空间呢 就极尽渲染之势 就把这个圆青花说的神乎其神 那神乎其神 咱们国内的圆青花呢 相对来说呢 有啊 你比如高安出土的 宝定出土的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圆青花教藏 但是真的是没有托布卡塔皇宫的 圆青花这么多 这么壮观 那么圆青花从哪儿来 这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那肯定从元朝而来嘛 那中国陶瓷凡是一个新的品种诞生以后呢 那么他一定有萌芽期 成长期成熟期 由弱到强 由强到弱 脉络清晰 但这圆青花出来没有童年 也没有幼年 没有青年 出来就是一壮年 风华正茂 所以就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份 那么有人就不相信 首先是不相信他诞生于元朝 所以现在有唐青花之说 有宋青花之说 此唐青花跟元青花之间没有血脉关系 只是长得像而已 我们长得像之间的人多了 但是他没有血脉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 元青花跟唐青花是一脉相成的 你必须拿出证据 他使用的土不一样 他的文饰不一样 他的目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依然坚持 青花就是元代诞生的 元朝蒙古人 蒙古人他最在意的是土地扩张 善武不善文 所以对文化好像过去不是那么太尊重 其实蒙古人对文化还是尊重的 他首先是对手工艺尊重 他手工艺尊重 他对手工艺工人高看一眼 他就会把很多技术带回来 所以我们元青花就可以解释在一夜之间 为什么他能够成熟 中国文化的这种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具体到陶瓷上 就能看出地域文化的一些色彩 这种色彩 比如宋代的青瓷南北方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有机会可以很详细的去讲 那么每个时代 每个具体的特征 比如磁周遥和极周遥都在画画 那么南方的极周遥和北方的磁周遥 画风完全不一样 南方的细腻 北方的粗广 是因为地域文化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去看托布卡帕皇宫 主要是看元青花 那么在元青花出现之前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磁器没有蓝色 其实有唐三彩就有 唐三彩就有蓝色 有蓝色的罐子 有这个三彩上比如马上就有蓝色 但是这个蓝色呢都是偶然的 后来没有过度的持续 所以在宋代文明中 我们基本上找不到蓝色 这个右色的这种瓷器 那么元青花的出现呢 就再度让中国人开始 这个对蓝色有所接受 我们本身对蓝色是不接受的 我们的文化中蓝色不是吉祥色 伊斯坦布尔 伊斯兰教地区呢 对蓝色呢就是它的吉祥色 吉祥色 它的吉祥色呢 这个是它的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个主色调 所以这种主色调对我们就有所影响 那么元代元代的这种蓝柚呢 它是骨料金属骨的成色的一个天地 当时的它是色块 有色块的 比如有反青花的它是色块的 它和文式呢实际上是双管齐下 这种宝石蓝色和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文式呢 都给人感受非常强烈 所以我们说过青花自诞生之日起 一枝独打 独领中国陶瓷七百年 其地位不得撼动 只是后来清代以后出现了粉彩以后 才可以跟它抗衡 在粉彩出现之前都没有人跟它抗衡 可见这个青花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它在市场一直是一个一哥的地位 霸主地位 呈现了七个世纪 那么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 尚没有一件原清花传承有序 我们今天讲传承 七百多年以来 哪一件元代清花能够清晰的记载 这七百年间的传承呢 没有 我们国内的原清花全是出土的 我们的元朝明朝清朝民国 不停的交替动荡 所以没有很清晰的记录 故宫里有两件也都是 不定哪年出土哪来的 就不清晰 那么 中国这个大陆的原清花 我们讲了就是基本上都是出土的 六四年保定出土一批 九三八三年 江西高安出土一批 这两批 原清花一批 头一批是六件 第二批十九件 加起来就二十五件 其他都是零星的 那么 托普卡帕皇宫了多少呢 四十件 我第一次去啊 这是 当时呢 其实还是组织的很严密 说我因为知道我喜欢 这个美国国家地理 就是我们的华夏地理帮我安排 说一定让你看到 结果我们去了以后呢 没看到 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看成 没有看成呢 是因为这个 安排的不是那么好 对方呢 因为看的人多 过去这些东西 在二三十年前都没人看 在他厨房还用呢 结果中国人一把它当事 再加上2005年的拍卖 拍出世界记录 人家托普卡帕 皇宫也把这些东西当事了 所以就不再拿出来随便看 看也是随便拿几件 一大堆人围着看 但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 所以第一次去呢 没有看成 第二次 他的这个文化部长 他旅游系统的人答应我 说你来一定让你看到 所以第二次我又 赴托普卡帕尔皇宫 这个托普卡帕皇宫 跟咱故宫比起来 那没法比 他太小了 所以很容易记 记得很清楚 我现在脑子一回忆 都知道那些位置 那么我们今天看 这个托普卡帕皇宫 跟故宫有一点不一样 他有点像公园 就进来又有草坪 打参天大树什么的 特别像公园 不像我们的宫殿 一进去就是个宫殿 所以你觉得托普卡帕皇宫 就显得小气了很多 但是我去看是看东西去了 我不是看他这皇宫 其实他最重要的是 他那一进去 那排回廊 就是他的右手册 你一进去右手册 就是他过去的厨房 他过去这一大部分 元清花全在里头应用 都应用 直到元清花名声大造以后 他才把这些东西 全部收起来 我过去最早的时候去看 老以为就是在厨窗里看一看就行 其实不是 他都收起来了 收起来以后呢 搁到他那个戒备森严的一个库房 我去的时候呢 主人呢 就是 第一次 第一次 捧着两件让我看 让我看 看看就得了 得了以后 这不过瘾 你知道吗 所有喜欢元清花 对中国元清花有所了解的人 都以上守托布卡帕皇宫的元清花了 为姓氏为荣 你像已故的陶瓷 太斗 陈曼李先生 冯贤明先生 他们终身都没有机会上手这批国宝 那么托布卡帕皇宫之所以在中国古陶瓷界 这个 这个 特别有名呢 是因为 他里头藏有中国陶瓷非常多 有多少件呢 有一万多件呢 一万多件 他是从13世纪到19世纪 跨度有600年 他不停的买 因为陶瓷有名嘛 他其中元清花有多少件呢 有40件 我们刚才讲 中国建国以来70年 快70年了 出土过两次重要的元清花教藏 一次是6件 一次是19件 加起来才25件 他就有40件 就比我们还多15件 那么这里有很多是孤品 深藏不露的孤品 所以 我这个去看的时候 就一定就觉得 这个这辈子啊 喜欢元清花的能看上啊 过去都是传说 那这次我一定要上手 所以第一次没看成就看了第二次 第二次呢 就跟他们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文化部长 事先有一个会面啊 就谈得很高兴 那个文化部长还收入主导 给我一通说 说我说上回就跟我们看了一两件 他说那你再去啊 我一定给你好好安排 所以我们就再次又去了 因为这个 这个可能是翻译中的啊 误解 他第二次去也没那么痛快 还是没看成啊 一开始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没看成 因为这翻译中的可能 那个误解啊 他工作人员就给我准备了什么 那个元代的龙泉词 那个龙泉词 元龙泉有的是 咱国内有的是 可以拿了一些名永乐宣德的大清花 给我看 尽管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是不是我想看的元清花 我高兴归高兴 但我的事没干成 结果又跟他们商量 商量 因为当时还是通过美国国家地理嘛 他有这个很多途径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多的精彩的照片 很多精彩的视频 都是美国国家地理拍的 他有在全市各地 他有很多人脉 所以专门又为我单独安排了一天 然后那天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首先天气很好 明朗 和煦 就是这个天气特别好 走进托布卡帕皇宫的后宫 我们到后宫去了 当时那个 他们那个负责人员说 你是想看多少 我说想都看 如果可能 他就叹了口气 他说如果你多看的话呢 我就不能到这看了 因为这个地方看 我们得从库房拿过来 路途非常远啊 这么多东西 说那你就把您带到库房看 带到库房看呢 他说有个规定啊 这库房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不能对外去说 那陪着我那导游呢 那米娜说 他做了这个十几年导游 他也没上这个位置啊 就后宫的位置啊 去 后宫是很神奇的 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上 皇宫的后宫都抱有 好奇心 窥视欲啊 这个后宫的神秘呢 主要是 一个皇上那么多妃子啊 他就很神秘 就这种事也不大分文化 不分种族啊 所有最高权力者的私生活 都是公众的 这个好奇点 我其实是 也是有双重诱惑 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也是个普通人 我也对这个后宫好奇嘛 然后我就去了 我一去那那后宫啊 故宫的后宫啊 我是 这个都看过的啊 跟那比 他那后宫太小 我们故宫的后宫啊 故宫是大院子 套小院子 小院子套再小的院子啊 格局都非常的四平八稳 他那个都是随意性很强啊 像个苏州园林似的 房屋也不怎么整啊 我们这后宫啊 跟那个托布卡帕的后宫不一样 我们的后宫呢 皇帝啊 每天在后宫中 就是太监拿着来 白白翻一盘 人家呢 是选 三百后妃啊 他有一长廊 居高临下 他跟我们指就在这院子里 这三百后妃在里头溜达 这苏丹 就相当于他们这皇上 在上头挑 看着 看着头看 哎呦 这好啊 这身姿婀娜啊 前挺后绝 把他给请上来 今儿晚上就是他了 可是咱们直接看 中间没大臣 做不了弊 咱这不成 咱这是翻盘 端一盘子了啊 端一盘子 端上来以后 全盘 皇帝巴达一翻 今儿晚上就是他了 有时候多翻俩 晚上还不定跟谁呢 你知道 为什么很多后宫的宫女 要行贿于太监呢 因为太监把这盘 搁的位置啊 很重要 比如他搁这 犄角杆栏 这辈子 皇上也很难 你说那皇上哪有 说这一大盘 非得犄角杆栏 这翻凯 很少 所以皇上 有皇上的习惯 太监很清楚 他一般都翻哪个位置 如果你对他好 你对他有行贿 他就把你这个 这个宫女后妃啊 把你这位置 搁到中间 皇上顺不得一顺手 就把你给翻了盘了 但这翻盘中间啊 是这个完全的 跟直接点人 是不一样的 看不见 你说他看见全是字 小红啊 小翠啊 小翠红啊 小红翠啊 全这么来回翻 你知道谁跟谁啊 皇上再好的记忆 如果后宫家立三千人 这也记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看 这个苏丹的这个后宫啊 这个选妃的过程 比较合理 而且比较高效 这个后宫创建什么时候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明朝 就大约在这个十六世纪啊 十六世纪 当时他有三千后宫 有三千后妃 那跟我们比起来不算多 我们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呢 它的一个制度呢 就是可以拥有四位七使 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 它有很多苏丹呢 七使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数量 我呢 对这个后宫呢 这个好奇也就到此为止 咱也没机会翻牌子 咱就得有机会看瓷器呗 咱就看瓷器 这时候我就看到啊 就是我知道的这些 过去在书本上 还可以零星看到一些图册的 这个原青花 马上我就看到了 这个地方呢 我严格按照当时的承诺 我保密 我不能说它是什么地方 但是大概你肯定知道 在托普卡帕皇宫里面 在托普卡帕皇宫的后宫位置 那后宫大了去了啊 然后我到那看的时候呢 走下那个楼梯 它摆了一个台子 高处 一束阳光 正好斜射到这台子上头 就是神奇啊 完全像电影的画面 没有人有这个机遇 没有人真的是 没有人有这个机遇 人家工作人员再三再四的嘱咐 不要去公布更多的细节 所以我就不再说了 就我一个人破例 在这上手 他们从库房 依次把这四十件原青花 全部拿过来让我看一遍 我当时有一种感受啊 这种感受是什么呢 我在后来写过一个文 叫原青花玄机力说过 我说它像一个亲人 像我一样的走来 那时候光线就非常好 你知道看磁器光线特别重要 灯光灯下不关闪啊 除了我们这种 有标准色温的灯 一般的灯下不关闪 看的颜色不准确 最好是自然光 所以那光线呢 又不是那大太阳地 你也受不了 一束光斜着插进来 就是不强不弱的一束光 那环境也非常好 它不是在一个屋子里 它是在一个半屋子里啊 那个温度也特合适 所以什么都那么恰到好处 所以心情也好 就如愿以偿就看了 那你知道啊 这个青花是一个文学名字 我们要了解 它不是这个科学名字 科学名字应该叫右下蓝 我们还有一种品种 叫右里红啊 那是科学名字 青花是极富诗意的一个陶词名字 在我们所有陶词的名字里 它最富于诗意 叫青花 所以这个周杰伦有一个歌 就叫青花词 青花词 就是我其实很多人 很多时候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 就是中国所有的陶词的命名 只有青花这么文学性 这一点都跟科学无关 就当年怎么考虑 命名它为青花的 我们到现在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看到 它这个词器中啊 很多啊 我现在不能一一说 我跟你说一个重要的吧 几个重要的 第一个重要的呢 就是它特别著名的 那个龙文的盘口的煤瓶 云龙文的这个盘口煤瓶呢 它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国内的煤瓶 还是很多的 比如高安出土六个煤瓶带盖的啊 都是小口的 不是盘口的 盘口是大口的 它六个带盖的煤瓶底下 分别写着六亿啊 李悦舍玉书术 写着六亿 那它有六个呢 那这个的煤瓶呢 它是盘口的 大口的 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太特殊了 它为什么是大口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小口煤瓶是装酒的 对吧 在宋代叫精瓶啊 就是装酒的 那么这大口煤瓶 显然不是装酒的 因为装酒 你倒的时候 呼啦一下 你受不了啊 后来我想了半天 它这个可能是倒奶的 或者是酸奶 它比较粘稠 小口不好倒 那这个龙文煤瓶呢 就是那个 这个龙见首不见尾啊 这是缠绕的 全世界独此一支 你亲手能摸一摸 喜欢陶瓷的人 喜欢言情话的人啊 没有多少人有这机会 这件东西就跟我们亲人一般 初始 西域 最后到土耳其一待 就是七百年 七百年之后 我们是个远道而来的家乡人呢 我们在这跟他这个诉说 你知道有多少人啊 七百年七个世纪从他跟前走过啊 朝代的更迭 一代一代的人走过 有多少故事 我们都不知道 这件清华梅瓶啊 他心知肚明 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变化的 所以我老说我们人哪 活不过悟性 再有就是他那个拦诱了 反清化的 就拦诱了白花的林口大盘 那么老大哥 上面会着中国人 特别熟悉的麒麟和凤凰 飞凤 中间还有点花卉 那么这种蓝地儿 反白的这种作品呢 在中国最著名的 就是扬州博物馆的 那个龙文梅瓶嘛 对吧 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种蓝柚的 这个反白的 也就是个顶多 是这么大一个小盘子 跟上面没法去比 那个蓝柚那个刺激啊 那个强烈的颜色刺激呢 后来就不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们对这个 就没那么大兴趣 这种蓝柚 反白的这种烧灶 肯定比青花贵 所以呢 这种作品呢 存饰量就非常少 托布卡帕皇宫里啊 比较多的还是那种 反青花的打盘 什么叫反青花 青花是白地儿绘画 那反青花呢 就是地子做成青花色 然后把那个文饰 反出来 所以叫反青花 反青花作品呢 在国内几乎不见啊 国内博物馆里非常少啊 油也都是净残的啊 这个在过去烧灶的时候 非常难 但在托布卡帕皇宫 这类作品不仅多 而尺寸非常大 个个让你啊 就看得惊心弄破 那么因为这个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宠败 所以在托布卡帕皇宫中呢 他所有的原青花 不是花花卉的 就是花动物的 灵猫走兽都有 唯独没有人物 所以原青花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只啊 画人物的都不在土耳其啊 托布卡帕皇宫里 一个画人物的都没有 跟他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吻合的 那么我通过去托布卡帕皇宫 看完了这一组原青花 四十件看完以后呢 我回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叫原青花玄机 就是它到底怎么回事 写完了呢 发在了华夏地理的封面上 他们告诉我这个杂志一上 报摊就脱销 后来我还看见搭售 就是你要买一本杂志 要搭售很多滞销的杂志 有的人还在网上骂我 说我黑心 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黑心 我也得去买 我也碰上搭售 我也没辙 那事不是我干的 我没法下以指令 让他搭售 这个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本来认为 在文物专业中 这是一个很狭窄的话题 它在报庭中 怎么会迅速脱销呢 那证明很多人 开始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 原青花是一个课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我想很多人到现在都在不停地研究它 但我自己呢 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很简单了 就是原青花呢 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自己的文化 和伊斯兰文化 和蒙古文化的三者的一个结晶 他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呢 非常有效地结合起来 比如蓝色是游牧文化 包括蒙古人 包括伊斯兰这个文化区 他都喜欢这种蓝色 蒙古人上蓝上白 我们不喜欢 我们蓝色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色调 所以它能够很有效地结合起来 然后呢 又利用了中国传统优秀的这个制词工艺 把它伊斯兰文化中的金属的工艺的特征体现出来 什么叫金属工艺特征呢 你看它的盘子都是窥口的 它不适合拉批 所以你注意看原青花大器 都是用印模的方式 它是印模的方式 不是拉批的方式 跟你明清在电视上看惯了 一拉起来 不是这种方式 它是靠一个模子印出来